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炎燒青魚 希望大家會喜歡,肥佬炮製的 今天和大家分享做青魚 其實是青魚還是青魚我都不知道 上次肥佬已經做過一份 今天他都肯幫忙做一下和大家分享 我現在就處理了,再和大家說 剪開去洗一洗,因為裡面的水很腥 我不知道大家怕不怕吃到骨 我有時間會去骨 我稍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怎樣去骨 有些大條都可以拉去,但我喜歡用蜜蜜去 先洗乾淨 平時我怎樣去骨 因為它一邊就是這樣上 這邊就是翼去那邊 我先分享這邊 我先教近鏡 我們這樣掃的時候就會掃到骨 平時就像我們女士 看到,這裡 按著一邊好像蚊眉這樣拉出來就可以了 例如大家這樣摸一條骨 這樣就這樣掃到骨 可以掃到骨 這樣就可以掃到骨 通常這樣掃到骨 就掃到很多骨 例如這些 按一下 這樣就整條了 有少少肉是正常的 例如這些位置 下到骨 就容易些 這樣就拉到骨 這樣我就會做完全部 到吃的時候 就好像一點骨都沒有 整個吃完 我再撕好 再給大家看 那便完成了 這邊大家可以嘗試用手掃一掃它 就看見面見到還有沒有骨 基本上就沒有了 這些位置可能會難拿少少少 還有這個我就不會去處理 這個就未處理 還有骨 這樣 這樣就 會方便一點 淡淡肉 我做完這邊再跟大家分享 好了,兩條初步都給我去骨 如果真的還有,可能真的好少 基本上就適合我這些 不太懂得骨 那我就先用抹手指 索一索它 因為都很腥的 索乾它 肥佬就會過來醃 再開個醬 大家是否很期待它出場呢 它都應該不會太說話 我弄好這些 拿東西給它醃了 那個青魚先 那我幫它割幾刀 問它割不割 我幫你割還是你割 好 通常我都是做這些功夫 那我都會有分 通常我期這裏 那我就這樣割 那這個就是這樣割 好 我現在離遠了鏡頭 那其實都是拖一拖的 不知它會不會覺得我割得太多呢 不要緊 好 就是這樣 這裡 OK了 這裡就等它出來醃 這樣就處理好了 那我今天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它應該未必會介紹的 那我幫它準備了檸檬 那檸檬呢 那檸檬呢 這個位置就割得很容易 待會會擠出來的 那就是有些番茄仔裝飾 那它待會呢 焗完之後呢 它喜歡用火槍去燒一下 燒一下面 更加好吃的 你現在是不是醃了 是啊 那我加點海鹽 不用加那麼多 兩邊都加 兩邊都加 少少 加點海鹽 兩邊都加 我去骨 是啊 是啊 這是什麼來的 噢 那是個洞來的 這個可以 然後加黑胡椒 黑胡椒 其實這個很多人做法都不同 不過其實都很簡單 有些人只加鹽 有些人只加黑胡椒 或者甜椒粉 胡椒粉 這樣就焗了 這樣就很方便 那現在醃多久 我平時醃大約10分鐘 10分鐘 好 那這裡先不要管它 那你現在先混了個醬 這裡 我已經準備了一些熟的暖水 煉奶沙律醬 和你喜歡的日本芥辣 這裡應該都夠你那個分量 少少 是 日本芥辣 我們這隻很辣的 在魚山店買 那就加些煉奶 那我這裡有一些暖水給你 是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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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水 好 檸檬到 要這樣 要不然那些芥辣掉下去 我也是一個好幫手 你試了味道 我沒所謂 加一塊小檸檬 好像隔一格 有個芥辣 你現在先攪勻 先攪勻 試一試 我覺得OK 你說OK就OK了 OK 那醬就完成了 要抹個邊邊 先 好了 好了 已經醃了10分鐘左右 我們烤爐預熱到200度 我這裡做好了一個碟 待會放魚 好 預熱過烤爐200度 現在先拿出來 先拿少許橄欖油 要不要用 因為會黏的 要 那我 加少許橄欖油 哎呀 不要緊 不要緊 少許 可以掃一下 OK了 好 好 我們進烤爐 好 我們進烤爐 再見 好了 看看 現在差不多夠時間了 我想現在還有一兩分鐘 就OK了 有點手震 這樣 其實基本上應該都熟了 好 稍後再跟大家分享 好 剛剛夠時間 叮了 現在要拿出來了 放下 拿開檸檬茶 要用火槍 我很擔心火槍 大家要小心 用火槍 拿起了再給大家看 好 好了 大功告成 這是大家很期待肥老的青魚 還是青魚 青魚 這樣就大功告成 可能他這次有點緊張 就這樣打了靠叉擺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吃了 可以過來了 快點 那我就加檸檬汁 等它先 我手受了傷 都黏不到這個位 非常痛 我就辣了 好 那我們就擠檸檬汁 其實我以前我們吃串燒檔的時候 我們姐姐那些幫我們擠檸檬汁吃 三文魚頭 就是切片的 用筷子扭的 我本來也想跟大家分享 但我發覺家裡我已經剩下一個檸檬 我切了這個 我就切不到影片和大家分享 OK 先拿開它 那我們可以吃吧 快點吃吧 趕快吃吧 由於我這個已經是基本上沒有骨 就可以整塊這樣 那我先吃了原味 你快點趕快 嗯 好吃 好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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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淡肉 沒有骨 原味 那我點了 沙拉醬 嗯 是 它很juicy 其實沒有骨很方便 因為我有骨 我有時候會蓋到 沒有骨 好吃 哎呀 嗯 嗯 好吃 這樣 你沒有骨 很容易就 做出來淡淡肉 這樣就很方便 那好啦 玩完了 多謝大家收看 那我和肥佬都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那 希望大家都開開心心 那下集再見了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